咱们刚刚把这个OR模 这个对折的目的说完了 请问怎么去理解 就是说咱们对中 你理解的吸收的是什么呢 原来咱们在框架里边 你写各种各样的社会一句 麻烦也容易出错 这个是没错的 影响开发效率 你手动写的麻烦 那么这个思想对中 会转化成是什么呢 我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我创建的时候给它传一个参数 接下来我再去调用 这个实力对象的save方法 我只要一调save方法 那么最终它自己去链接数据库 自己去完成它对应的这句话 请问是不是更简单 对不对 我想添加一条数据 来创建一个对象 完了 是不是要比链接获取游标 接下来execute 执行设计 接下来commit 是不是再关闭 是不是要抢很多倍了吧 所以说这就是YM 最重要的事项 张稿里边 咱们在以后去学张稿的时候 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不会在手动写社会语 写什么呢 都会转化成用对象的操作 对象点什么等于什么 有可能改了 你的update 立马就更新了 有可能通过get来查询 也有通过来get all来 或者所有 这都是可能出现的 听懂我意思了吗 即对中的张稿 变成了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变成了你操作对象 就是操作数据库 听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呢 就叫什么呢 ORM 叫对象 关系影射嘛 我操作这个对象 里边的哪个方法 对呢 哪一个表里边 哪一个在 请问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这就是它 那么张稿里边 早就帮咱们实现了 咱们接下来 无非是去研究研究 原类在这个地方 它会怎么去用 知道吗 接下来 我就要给大家 咱们抛析抛析 这个东西应该去 怎么实现 就怎么实现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说 我给大家 大家在这个地方了 注意听懂吧 张稿里边有N种方式 有设置Limit的 有这个查询一个的 有查询多个的 甚至有更新的 然后甚至是有 关联表查询的 甚至有躲键外键的 躲键右键的 躲键右键的 躲链接右链接的 都有 有很复杂的东西 那么咱们不需要去研究 这么多东西 但是我接下来 想要告诉你什么呢 咱们就只要是 能够把这样一个东西 最终能够转化成 一条事后一句请问 你要把这个道理弄懂了 是不是也意味着 其他的无非是 在这个道理基础上 基础之上 是不是在扩充扩充的话 所以说咱们今天 这个地方了 我就把握着 一个什么的原则了 我给大家来实现一下 这个功能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我创建一个类 用这个类创建出来 一个失利对象 这个失利对象 调用它的税方法的时候 最终让它变成 这个事后句 我这个地方写456 他这个地方就是456 我这个地方写一个 什么email地址 他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听懂我意思吗 最终完成这个功能 其他都是换它不安药 无非是在加工而已 从网上呢 查询到了很多的版本 是吧 你完全可以去从网上查 很多这学习嘛 肯定网上也会有 很多资料的共享 网上的一种版本呢 流传出来那种版本呢 不管是谁分享的也罢 往流传出来那种版本 我也见过 我也研究过 以我这种 是吧 我觉得我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 我去理解的时候 就感觉热 绕过去绕过来 绕过去绕过来 如果要是没有一个笔 没有一个纸 帮你一起去记录 有可能你就被绕进去了 而且这个东西 你花大量的时间 最终绕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而且还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 自己干了一个 最终呢 用原来能实现 这个道理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我要给你写的 这个我自己写的遍体版本 和网上呢 有出入不一样 但是思想 我把握住了 用原来来做事情就可以了 他们 看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第一个代码 最低了啊 理解 开始理解 首先 看了这个地方 但你不要具体到里边的代码 不要看里边的代码 听懂吗 这是不是定一个类 我定了一个类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继承了一个type类 请问这个是不是就称之为原类 没法了吗 称之为原类 那么 我就这样吧 把这个代码 我复制一份 放到sublim去 好看一些啊 粘啊 抠出来 好了 看着什么啊 这个看着就比较舒服了 在当前的这个程序里边 这个地方是定了一个类 又因为他继承了type类 这就称之为什么呢 原类啊 这就称之为原类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定了一个类 叫做user类 这个user类里边 有什么东西呢 可以简单看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有四个类属性 然后接下来 有个init的方法 有个seal方法 咱们最终不是想要掉seal 你是不是肯定有个seal方法吧 所以说我就放到里边去了 你又因为你在去掉user 这个创建实力对象的时候 你是不是这个地方 写了一些参数 请问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肯定的有init的方法吧 这是必备的啊 这两个东西是必备的 好怎么样 当我python解释器 在去解析这个程序的时候 当我python解释器 在解析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要问你了 是否意味着python解释器 先从上面开始解析啊 他从上面 登登登登登登 到了这儿了 请问 是否意味着要创建一个对象 无非是这个对象 用有能力 是不是能够创建一个类而已 你说对不对啊 好了 到了这个地方 他就创建了一个原类 这样一个对象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用这个名字呢 去指向了这个原类对象 好了 创建了原类对象之后呢 咱们就认为就跳过去了 接下来 当我的python解释器 从这个地方 登登登登登登 到这儿的时候 请问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是不是又要创建一个类对象 你说对不对啊 我要创建一个类对象 但是呢 我一看 我创建类对象的时候 这个地方指定了 Metal Class 那意味着什么呢 那也就意味着 我接下来 不会再去用默认type去创建 而是用 我指明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去创建了吧 那直白的讲吧 接下来就从这个地方去调用它的旧方法 旧方法里边不管它怎么写 我只要看最后的这个type 请问 是不是相当于给我返回了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类对象了 对不对 因为因为你这个是个类 那么类 你看我重写了这个方法 请问我调这个 是不是意味着咱们原来说过 我调用复类的方法 被重写的方法 是不是有三种方式 直接写负类名一种 写上super 里边里边不写那个类名的 不写self的一种 写上类名写上self的 是不是又是一种了吧 大家是不是还要印象 我原来讲super的时候 讲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 单极层里边没什么区别 多极层里边 还记得吧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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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这是A B 我只是一问 我这个地方提却 ABCD 我通过D里边 我假如说 我D继承了他 我D又继承了C B又继承了A C又继承了A 假如说他们的继承关系是 D先继承了B D再继承了C B继承了A C继承了A 那么当我接下来去调用 D里边 通过super来去调用的时候 请问他们 我会调谁 确定吗 什么确定 当前类的名字 下发现下发现 MRO里边 咱们是不是会看那个圆祖 那个圆祖里边 当前你的类的名字是谁 比如说你那个类的名字在这 那么你super的时候 会调他的下一个 最终就导致了 我接下来去调你的时候 在他这 他再去调你super的时候 会变成哪 是不是变成了C C再去调super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个了 也就是说 现在拍摄上里边 已经搞成这个 这么多的一个特点 在于什么呢 保证了A 是不是只会被执行一次了 保证了A 只会被执行一次 就刚刚回了一句 他们来看着 不管怎么说 我U的表里边 只要指定了META CLASS 是否意味着 我这个地方写的是UID NAME Email PASSWORD 不见得一定长得这样的 你说对不对 看着 我有三个 我有四个类属性 我有四个类属性 当我指定了META CLASS META CLASS 的时候 请问他们 意味着什么 我去调他的时候 传递了什么东西 过去了 咱们猜猜 想想 传递了什么东西 过去了 这个class 这个NAME等于谁 NAME NAME 是不是等于U的 是吧 NAME等于U的 我换个颜色 这个颜色不明显 换个 黄颜色能看得见吗 还是白色 还是红的 好了 U的等于NAME 我就放到他的身上去 那么BASE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原主 请问这个地方是谁 空原主 然后这个地方 ADDR是谁 这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 来 这个地方 只要搞清楚了 就可以了 UID 然后冒号 请问是不是一个原主 我UID等于一个原主 请问是不是 等于这个原主 你先别挂他原主 里面写什么 我先省略 这是一个原主 好了 又有一个东西 叫做NAME 然后又是一个原主 你说是不是一个到底 那么也就是说 表的名字 也就是说这个类的名字 在这个地方 然后空原主 在这个地方 一个字点 这里边还有剩下两个 是不是都在这了吧 好了 接下来 这个类到底长得什么样的 是不是这个原类里边 是不是决定了吧 好了 看这 创建了一个空字点 不管它 到这是啥意思 要理解 不见得这个电码 要写出来 我说了 这个思想是要学的 attr的items 是不是相当于 你这个字典 我接下来要变列 请问key 是不是就是UID 或者是NAME 这样的图书 而V 是不是就是后面 这样的原主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在变列的时候 你有几对 一对 两对 三对 不是四对吗 因此 V 就是此时的 UID 这个key 就是UID 然后V 是不是就是后面 这个原主 我接下来 他写了一句话 is instance 如果V 就是V 后面的东西 都是好 taple 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的这个例行 是原主 请问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对应的例行 请问是不是都是原主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唯独能够让这个 AV判断满足的是 这四个对应的属性 类属性 如果还有默认的一些 这个看不见的属性的话 请问 是不是这个AV判断 是不是都已经过滤掉了吧 只本来说 这个AV判断 判过滤出来 是否是咱们指定的这几个 如果是 我这个地方打印的东西 打印不错位 从来看照 关键点在这 manpins key等于V 什么意思 请问key等于谁 还有印象吗 key等于谁 可是 我就以第一个为例 key等于UID 然后key 我写上 key 等于UID 然后V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圆祖 这个圆祖里边有 UID 就看了 看这儿了 这个圆祖里边是UID 是不是有int onsigned了吧 int 这个UID 然后int 他这个字符组 他这个字符组 印象 onsigned 好了 同样我放在这儿 来 注意看 我 我抖一遍 这个方向 看 V 是圆祖的 实力吗 是不是 圆祖 是 条件满足 满足就打印 打印 不管 只是打印 看着 这个空子点 刚刚是创建的 我接下来key 就是UID 这个字符组 放在里边 当做key 然后V 是不是就是圆祖 这边的讲吧 我这个地方 写的这个类属性 此时 随着这个 否循环的结束 是否意味着 Mapping 这个字典里边 就把 我在这个地方 所写的UID 等于什么 内容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变成了 左边的这个名 变成了key 而右边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变成了Value 在这边传的 随着这个 否循环结束 就这么个道理 接下来 Mapping 是点keys 请问意味着啥 Mapping 是点keys 是不是相当于 把这个字典里边的 这个叫UID 内模 email password 这几个 是不是拿过来循环了吧 接下来 attr的pop 什么意思呢 删除 pop不仅可以删最后一个 如果你没有写删除 pop 默认删最后一个 如果你要是在pop 里边写上了 那么请问 它是不是就进去 直去删了吧 好的吗 那么此时删的是谁 三的key 三的key是谁 来 鬼鬼这个弯了 看着 我给大家 咱们再对比对比 刚刚说过一个东西 当我接下来定义那个 类的时候 请问 那会我说过了 是否这里边 会有一些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 是不是指向一些东西 无非是此时的 这个UID email 这个等等 这些变量名 请问是指向的是 原本而已了吧 好了 大家注意看 我既然已经把你 当做key 它对你指当的VL 把你当做key 它对你指当的VL 已经放到了 这个字典里边去 那么是否意味着 我接下来就应该 把你定义的时候 默认拥有的 在四个属性 类属性 是不是给你删掉 我的目的是 在这个地方 给你删掉 我从这里边给你删 从这个字典里边 给你删掉 这个字典里边 请问 这个字典里边 现在还剩什么 你原来这个字典里边 你不就可以想象成 这个对象里边 是不是一些东西了吧 我把这个字典里边 这个key删了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你这个字典里边 不管有多少 反正现在没有UID 没有name 没有email 没有password 你说是不是 那么 为什么要删了呢 注意看 因为我已经找了个字典 把它存起来 所以说我就把它删了 就没用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 我attr 大家看 我刚刚从这个字典里边 把这些东西全删了 删除了这四个对应的 这个key value 我接下来attrs 中国号mappings 下发现的这种 等于mappings 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我在这个字典里边 添加了一个key 等它value等于 是不是等于咱们刚刚创建了这个字典 你发现了一个什么道理的 就说原来是都在这个字典里边 这个字典如果是什么 如果放在这的话 请问是不是就创建了 和咱们定义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了 我的目的就是 不让它出现在隶属性里边 那么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到了另外一个字典里边去mapping 请问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 就要你这个地方的名字叫attrs 咱们这个地方叫attrs 所以说 我在把这个东西 如果直接拿下来的话 请问这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全部都有 我怎么办的呢 在把你拿下来用之前 我把你删掉 删了之后 那不就意味着不写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吗 所以说我在删之前 我先找个字典 都把它腾起来 那么腾起来之后 大家再看 此时 这个字典里边 不管怎么说 至少有这两个属性 是吧 一个是下方线 等于一个字典 一个是table 等于谁呢 name是谁 是不是你此时的user 这个类的名字了吧 好了 同学们再看 此时 我接下来创建出来的这个对象 请问咱们是不是就当作这个类对象了吧 请问这个类对象里边 此时至少会有哪些属性 你给我说一下 有个叫mating的属性 等一个字典 有一个table属性 等一个这个块 还有没有再四个类属性 没了 对 没了 那有人说了 那么你这添加在两个类属性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关键一点是 你接下来写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请问 是不是也就是说 当咱们通过类对原类对这个原 对这个类属性一个创建之后 是否也就意味着 我可以理解为 这个东西此时就没了 反而变成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个道理了吧 目的是干什么呢 目的就只有一个 让开发者在这个地方定义 让咱们的类原类自己去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是自己让它变 不让开发者就变 开发者就变 就蒙了 开发者就整这个东西 所以说那么 咱们用户在开发的时候 他只要写这个 那么最终是不是就对应出 咱们这个类对象里边 是不是变成了这几个哥们了吧 好了 能明白吗 现在能听得懂吗 那么我现在辛辛苦苦的 把这四个类属性 以这种方式团在这儿 我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好了 不管怎么说 现在已经有了再两个类属性了 接下来 我们注意咖 当咱们的类创建成功之后 是否意味着整个类咱们要跳过去 是不是不管它了吧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执行这句话呀 上面注意看了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原类已经搞定了啊 原类最后的效果就做了这么点事 原类就做了做了点事 看这句话 什么意思 创建实力对象 没错吧 通过这个类创建实力对象 来 传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传了四个简直队 这样一个东西 为什么会传四个 因为你对于开发者而言 开发者看上去的是什么 请问开发人员看上去的 我有四个属性 你不是说了 让这个属性对应一个字段 让这个属性对应一个字段 这个属性对应一个字段 这个属性是不是对应一个字段 那么我就接下来要创建的时候 请问是否意味着 我UID等于谁 论位等于谁 email等于谁 password等于谁 是不是你这个地方写什么 吃不下来咱们这个地方 理论讲就应该写什么了吧 这就是目的 虽然它看上去的是这个 但是实际上就已经变成了这个了吧 好注意看啊 这个时候我为了咱们大家去理解啊 我就把这个给它屏蔽掉了 那么把这个打开 大家同学在看 那么我这个加上一个空 咱们隔开 当开发者通过这句话去调用的时候 说的直白一点 是不是init的方法就会被调用 那么init的方法就会被调用 那么注意看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 以字典的方式 接收所有传递过来的关键的参数 你说对不对 我全部保牌 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点 这个字典里边 你是名的 他是key 你是名的 他是key 他是key 他是什么 他的值 他是key 他的值就是ke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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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那么想一下 这个传递的所有的参数 是否此时在这里边 以字典的方式存出来 那么我接下来 否循环这个字典 那么是否意味着 内母就是这个名 value 是不是就是这个值啊 好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干了什么事情了 set ATTR 他正好相反的那个get ATTR 咱们之前用过 还有印象吗 咱们原来在去做那个迷你服务器的时候 就是web服务器的时候 咱们不是要让他配合出框架吗 咱们那个地方 是不是就相当于直接打开那个模板文件 然后用下文件下文件 import导入的 接下来我用get ATTR 是不是获取了里边某个方法 是不是就是那个属性了吗 set ATTR 他们最强 set ATTR是干什么 你 我问一个问题 我接下来写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两步 第一步 是不是会调用他的new方法 第二步 是不是还会调用他的引力的方法 new方法是干什么 new方法负责创建对象 既是否也就意味着 我再去执行这个东西的词号 实际上对象导致创建好了 没错吧 那么对象的一创建好了 来咱们接下来看账 此时的set ATTR self 请问self指向谁 self是不是就是指向你刚刚通过new创建出来的这个对象了吗 那么往这里边 set ATTR的意思是往这个self指向的对象里边添加一个属性 即往这里边添加一个变量等于谁 一个变量等于谁 那么这个变量没有等于什么呢 name是什么 我问个问题 name是什么 name是不是就是UID 你要明白啊 咱们传递了这些东西 是不是它是一次点的方式 吞出在这 那么你在iterm的时候去取的时候 请问name是不是就 咱们以第一个为例的话 就对应UID这个凸串 而value是不是对于此时是不是一个12345是不是一个值啊 那么因此当你去调用set ATTR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属性 有了个叫什么东西呢 叫做啊 咱们可以理解 就相当于有了个叫UID属性 它等于12345 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我写这个东西的目的就在于 你传几个坛数 我就让这个实力对象里边有几个实力属性 听懂吗 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了 为什么东哥你不用self点什么等于谁 那个多好理解 他们我昨天晚我真正的想过这个问题 能有简单的 我觉得会考虑有简单的 但是那个不行 我才考虑这个东西 他们我有个问题 我刚刚写这句话的唯一的目的 是不是就想把这些东西扔到了这个实力对象里面去 你说对不对 如果我把这两句话评掉 咱们把第一句话 把这句话评掉了 请问 我self点name等于value不就完了吗 你费那么大劲干啥 来我给大家试一下 我调用这句话之前 一定是对象创业好了 所以说呢 你的self指向了这个实力对象 对不对 接下来当我去调用这句话的时候 此时name是什么 此时的name是什么 name此时指向了是一个 这句话评 然后value value此时指向了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字 12345 你说没错了吧 当我接下来执行的时候 他把name里边的直抠出来 当作这里边变量呢 还是说self点后边的东西是谁 就是谁 原来都是self点name self点age self点school self点high self点wit 请问是不是有那么多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self点的时候 此时并不会取内幕里边的直了 那么因此就导致的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想取它的直 你写不上 你发现了吗 我要是写self点name 他要是自动取得uid的话 同学 不就解了吗 就解到了uid 等于12345 你说对不对 就解了 但是 注意听 就像我原来给大家说过一个东西 是一个道理 请问 import 哈哈 是意味着什么 就导哈哈 而不是把哈哈认为是个变量 去导致个变量指向那个东西 你说对不对 因此 你self点什么的时候 他把点后边的东西 当作这里边的名 最终你这个地方变成了他 你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当我接下来这个复我循环 再去循环的时候 请问你这里边有几个值 我就复我循环 就循环几次吧 那么最终是否意味着就让 这个东西是不是变成了最后一个了吧 是吧 我就根本就没有把UID等于123的内谋等于他 放在这里边 你说对不对 因此我才不用这种方案 这种方案是有问题的 核心点就在这 不允许把内谋当作变量 而此时的内谋就是你这个实例属性的名字了 好的 当我不用这种 用这种的时候 大家再看 这个收贵是怎么做呢 我之所以用这么做 我之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核心点 同样原因就出来了 首先这个地方呢 有个对象 然后呢 你的self呢 它指向这个实例对象 注意看 set ADTR就是添加一个属性 给谁添加呀 self指向谁给谁添加 名字叫什么呀 这个时候把它当作变量 你听懂了吗 此时它里边是谁呢 UID 是不是跟自我刷呀 那么VALUE是谁呀 此时的 12345 你说没错不错吗 此时就把UID当作变量名 UID当作变量名 然后VALUE等12345 放在这里 当我接下来复合循环 再去循环的时候 不就去内谋了吗 那么请问是否意味着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内谋 然后等于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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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可以了吧 随着这个复合循环的结束 是否也就只说对重一个效果 你这个地方写多少个 关键的参数 我这里边就有多少个实例属性 对不对 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通过这些东西做了 这个思想 我觉得你应该要会 有可能你会在以后的时候 用的这个思想 不管传什么 反正都让它有属性 这个思想是要会的 朋友们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个实例对象里边 是不是拥有了这些东西 实例对象拥有了它 就是此时的 init做的事情 完了 最后一步 当我接下来调用save的时候 请问 是不是就调用save方法呀 最听我那会说个一个核心 你调用save方法 最后的概念 是不是应该把它转换成一个sircle语句 如果你要是链接了sircle语句的话 买sircle语句的话 是不是直接执行这个sircle语句 是不是这个视句解了吧 注意看 对核心就在这 这么做了 当我调save的时候 我就执行save吧 那这个save有什么诀窍呢 走一遍 当我执行save的时候 在执行它之前 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这个地方有什么 你告诉我这个地方有什么 ud等于12345 然后name等于它 然后email等于 我只是简写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com 然后还有个东西呢 叫password等于 这个12345 看着 当我去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save是不是就指向了实力对象 你要注意听了 这是对核心的地方了 把这个听懂了 YM就知道怎么多了 他不是指向他吗 注意看啊 核心点 接下来 创了一个列表 创了个列表 王拐他 反正创列表 看着 for循环 for什么 硬什么 看硬 self.mations 这里面有没有 这里面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 请问哪里边有 还记得咱们那一会儿 通过原类 最终已经搞定了 有一个类属性 叫Metis 它里边是不是对你这个字典 好了 大家注意看 此时 我self的Metis 我这里边属性 我到实力对象里面去找 有吗 没有 实力对象里面没有 请问是不是就到 类属性里面去找了吧 到类属性里面去找 这个属性 请问找到了 找到了 请问我找到以后 是否意味着 此时的最坨 就已经确定好了 就是这个字典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确定这个字典 那么确定的是这个字典之后 请问items 那又因为意味着啥呀 是不是要把这个字典里边的这个简直度进行 缺乏循环啊 目的是啊 k第一次k的音声 你告诉我第一次k的音声 uid 来咱们写一张啊 第一次的时候k uid 啊 这个字符串啊 字符串 uid 好了 那么那个v 把那个v也写成 v的音声 原主uid 然后动画一个字符串 又是一个印射 onsigned 请问是怎么写了吧 好了 这是uid 这是onsigned的 都是一个原主一个图 好 怎么看上 fills 这个列表不刚好没用吗 来用了 fills.appen 添加吧 添加谁呢 v0 v0是谁 uid 是不是取了这个原主里边的 是不是这个第一部分这个字啊 好了 那么也说 此时的 这个fills里边 他就有了一个字符串 叫uid 这里边有个字符串 叫uid 接下来 我执行这句话 然后咱们看这句话 sign 又是opin 肯定又是添加吧 是不是往这个列表里添加 你试试看好了 getadtr 什么意思 set是什么意思呢 是 get是什么呢 取 从哪个对象里面取 请问self谁 self谁 self是不是指向这个对象 我取这个对象里边谁呢 key 是不是拿的key 当作名字 是不是取吧 通吧 那么看看 这次的key是谁 key key 写好了 key谁呀 uid 我拿的uid 当作取这里边 哪一个变量的那个名字 请问 既然key是uid 请问我是不是就把uid 对应的1235给他干出来 请问 把1235给他干出来之后 我又opin opin到哪去了呢 是不是也就是说 把这个地方往那拖一拖啊 也就是说 这个列表里边 此时 是不是就有了1235这个值啊 对吗 对吧 随着这个for循环的结束 那么最终 这个列表里边就会有了 near 然后有了email 然后在这里边就会有了什么的 pass啊 word了 没错吧 没错啊 这个还少了个R 那么 懂吗 那这个会是什么 XXXX 然后接下来就是XXX atXXX.com 然后接下来还有个东西呢 就叫做123456 你说对不对 循环之后 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列表里边有东西 这个列表里边有东西 完了 就这么点事 接下来 注意看 这啥 insert into 百分之后面应该加表明吧 这是什么 self的下关线下关的table 这里边有吗 类属性里边是不是有 哦原来把原来那个类的名字是这么用上来 你没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填上类的名 好了 那么这个括号里边填什么 是不是应该填你接下来要插入信息的时候 那个指定的那个自占的值是多少了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列表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插到这个地方去啊 你直接把列表拿过去 请问是不是就废了吧 那这个地方放什么呢 大家看 字符串里边有个方法 叫join 是不是可以把你这个列表进行 所有的东西给你连接在一起 而且是你这个字符串是什么 是不是就连接什么 那么也就是说 逗号.join 这个执行完之后的效果是什么呢 让这个列表里边所有的元素 是不是通通变成了一个字符串返回 而且这个字符串是谁 谁呢 这个这个字符串是谁啊 uid do号namedo号emaildo号 接下来passerworld 请问 是他吧 然后这个的值是谁呢 这个值是不user 好了 请问后面那个值是谁呢 后面一会咱再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地方也能看得清楚 也能看得清楚也行 来看这个吧 我用了个列表最早射 那最后这个地方呢 它的效果是 把你所有的值给你替换成这个样子啊 所有的值换成什么呢 就是换成了12345 12345 然后逗号 xxxx 然后逗号 xxxx 然后逗号123456 好吗 我最后呢就做了这件事项 接下来替换 这个user 这个user 接下来要替换到这 这个字符串 要替换到这个 这个 这个字符串 要替换到这个 请问 最终打出来的就变成了什么呢 是不是变成了insert into user 然后扩起来的 uid 动号name 动号email 动号password 扩起来 然后values 都扩起来 然后12345 xxxx 是不是那条东西 对不对 好了 我把这个图能保存一下 他们啊 验证一把 保存 保存到桌面上 然后呢 叫什么呢 orl 这是第一个版本 还没写完 orl -1 好了 实行一下 看看 回到桌面 好了啊 python3 然后orl -1 这啥意思呢 他是第30行 我全选 30行 怎么了 有30行吗 没有 刚刚我给大家解释 说明的时候 是不是把它平了吧 是不是应该是这么定义啊 保存 走 最后的那个cycle 一句 insert into user 当当当当当当 value当当当当当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么一个过程了吗 那么 对中 最终 托卖 我给大家 咱们稍微再统织 统织 这个onm 他这个印象当中 他是怎么印的 核心点是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类属性 我让开发者明白这么几个道理 你操作的将来还是UID 还是NAME 还是Email 还是Password 但是将来它对应的那个表里边的那个名字 就这个地方叫什么 注意看 这个地方叫UderNAME 这个地方叫UderNAME 来同学看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叫UderNAME 而不是叫Uder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取的时候 是不是取出来的就是UderNAME 而不是前面这个东西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的嘛 最重的一个特点 你定义的时候 该怎么定义怎么定义 这坨是对应着哪个字段的信息 我再去这个地方UID 它的时候又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名字和这个地方的名 和这个地方的名和这个地方的名 这个地方这个名字是对应 那么取这个地方的值 当做自断名 取这个地方的值 当做最后的Value的值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最终就完成了一个印象 最终的就完成了印象 最终啊 在这个复循环的过程当中 最核心的那件事情 把它取出来 当做接下来要塞到这个地方的字段了没有 然后把后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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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值取出来 当做接下来咱们要塞到这个地方的Value值 那我怎么才能完成这个地方的字段值 和这个地方的Value值的一个对应呢 你定义的时候叫UID 你这个地方就叫UID 你定义的时候叫NAME 你定义的时候叫Email 你定义的时候呢叫做Password 你这个地方就叫NAME 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值和等号前面的变量名对应 我这个地方取到是填在这儿的 而我后边的值取到是填在这儿 最终就实现了印象 说明 接下来给大家五分钟 你理一理 有点小bug这没关系 你理一理 如果我这个地方只要换成链接数据库 获取游标 执行一个executor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车轨距了 就完了 对重的效果 你就执行这个东西 来什么 五分钟的时间 咱们大家体会体会 开始